疫情南北狂燒 跨縣市家族群聚 讓北市微解封天變數 柯萬哲說要把觀察期往後延 今天我們心裡就有事 看台北市有沒有新增案例 OK沒有話 就禮拜一會宣布說禮拜要怎麼做 最快下週二就要微解封 但國小生幾乎都沒打疫苗 小學生就算感染症狀都不嚴重 所以老實講打小學主要目的是 反而是防止他們變成傳染源 回去傳染給阿公阿嬤 既然說小學生相對安全 為何提高標準 一人確診全校就得停課14天 但另一方面卻要搶先微解封 電影院風險高 卻能脫下口罩大口吃東西 專家痛批這是什麼邏輯 這有點矛盾 精神分類根本不太必要去 去嚴格控管的族群 做更嚴厲的控管 電影院餐廳或者是畢業旅行 這些是比較嚴重的 一些可能會傳染的 我們應該從風險最少的 去做微解封 開放校外交學畢業旅行 跨線是移動也讓家長好擔心 尤其年後觀察期還沒到 此刻微解封是否太早了點 但擔心因為剛過年過後 很多疫情都慢慢的 慢慢爆發出來了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可能會有一些擔心 一閉空間的 然後要脫口罩 我們就應該比較不會去 先前喊要防疫2.5的 也是他不是嗎 現在喊要提早微解封的也是他 柯文哲的2.5是說 可以販賣 但是影廳內不可以飲食 天啊 難道我們到店裡會把爆米花 可樂打包外帶回家嗎 北市特立獨行 究竟能不能守住疫情 讓老百姓膽戰心驚 接著楊超林佩傑3G小組台北採訪報導